前方货车皮带断裂,横在公路上挡住了道路,后面堵了很多车,下车看一下我能帮些啥。 里面就能拖沓了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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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通道终于清出来了,后方堵的车终于可以通过了。 去挖那个低速四处,就可以了,拖车出现问题,我就不负责任的啊,好吧啊,这个是我们事先约定的啊。 我们这个救援也是业余的,可以了, 这样子啊,这个中间还是要绑个东西的,中间就得绑,等下这个,如果终于断的话,可以抓到两边的锅里了。 这个虽然不断了,我们已经起到团中了,起到团中了。 汽车开动前和司机商量下怎么保持同步,避免失误造成损失。 计划是这样的,叫货车司机挂空挡就行。 跟着我的车缓慢走。 现在就叫小黄看过这种情感,然后他就保持安静,就让这个车司机往往旁边啊。 今天,我们来的车司機挂开。 我们就在车司机前,我们买到我们开装吧。 我们要去旁边和人家,就这样吧。 我们来的车司机欠成型。 我们现在要想不车。 我们能发现个车司机为这家人。 我们可以车司机。 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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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帮你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这位司机说 朋友说跟我一百块钱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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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衣服帮忙 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 你跟扁帮忙就行的 我和司机老哥这么说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叫他帮下其他人就行了 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好可以了 这完成他的使命了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没事 遇到也是一种缘分啊